中岭玉秀的长白山,晕育着与大熊猛齐名,却为神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。 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栋,全球中群仅三千只左右。 熊鸟头顶鱼冠,撞入冠冒花林,骨子冠领中华堪称古宝。 千万年的进化,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。 鲸鸟头顶,是对付实话实物的力气,交纸上的招更让它们在潮动之中尽出自主。 三月的长白山,云南了一对对美贵的秋沙鸭,为咱时做着经济的争备。 当鲸鸟缠完最后一枚段,鲸鸟就会离开电影的气质,将这些实物丰盛的水平留给鲸鸟和铜鸟。 此后的二十八到三十五千,鲸鸟将会单独完成突发的工作。 鲸鸟,每天只会截律性的一朝一致两次,第一朝前还会用脱落的鲸毛,绑管肺脑。 鲸鸟出客户,鲸鸟和鲸鸟一同在潮中渡过二十三小时左右,然后便能带着在鲸鸟的呼唤中安全地完成跳潮, 然后无音乐地共同给予一个崭新的世界。 长远处,青远夕,满眼深深,满千足贵。 中华秋山那就像一张深海诗纸,共写着一个历史千万年的自然故事。